接下來我們準備要做題目 我們的題目有幾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是最愛考的類型 就是題目上有告訴你最小單位 其餘寫出正確的測量結果 第二種類型題目幾乎是沒有考過的 或是指大考試幾乎沒有考過的 就是我告訴你一個正確的測量值 請問你我用的最小單位是什麼 這幾乎沒有考過 另外一種曾經在年考年代出現過很多次 就是要用估計的方法去看看 它東西到底有多大多長之類的 比如說這請你告訴你最小單位 請寫出正確的測量值 我們那是度做單位25度 所以要準確到度 還要多一位的估計值 多一位的估計值 所以要寫25 這是準確到度 再多一個 因為我覺得剛好是點0 所以我要寫25.0 我要寫25.0 ok 以度為單位 覺得是25度 那我要寫25.0 25.0度 然後最小單位 然後呢 最小單位是公里 那我覺得剛好15公分 那講過了 要準確到公里 還要多一位 那我寫的是公分 所以我就要寫15.0公分 這個0是準確到最小單位公里 可是我還要多一個估計值 所以要再多一個0 因為我就剛好 多一個0 所以我要寫成15.00公分 15.0公里 或者是15.00公分 就是我的寫法 那最小單位是公克 我覺得剛好一公公 要怎麼寫 你可以寫成多少公克 你可以寫成多少公積 那如果寫成多少公克 就是1000公克 1000叫做準確值 準確到公克 然後再多一個 估計值.0 所以就1000.0公克 1000.0公克 那如果你要寫成公 要寫成什麼 1.0000公斤 10000公斤 OK 帥哥請問您 台北到高雄 376.5公公里 這種題目基本上 大考試沒有考過 給正確的測量值 請寫出最小單位 啊最了 叫單位是什麼 啊 開小女生 No.1 叫單位是什麼 5 4 3 2 1 答案 不會 請說 最右邊的8 叫做估計值 前面一位的6 叫做最小單位 6 在的地方叫公里 所以最好單位是公里 最好單位公里 OK 下一個 排水量15.4萬公噸 最好單位是什麼 最好單位 最好單位是蝦咧 可愛小帥哥 我要找位小帥哥 你們班應該沒有38對不對 你們班沒有38號 24 24 公頓 恭喜你 答錯了 答案是萬公噸 15.4 4叫做估計值 5叫做最好單位 那個剛剛叫什麼 萬公噸 15.4萬公噸 所以他就要單位叫做萬公噸 1.34毫克 最好單位是什麼 1.34毫克 最好單位 蝦咪挖勾 帥哥美女 歡迎一位美女 14號 10 0.1毫克 請坐下 最好單位叫做 0.1毫克 4叫做估計值 3叫做最好單位 3在0.1的位置 所以是0.1毫克 這叫做 知道 測量值求最小單位 大考試 沒有這種題目 大考試前面那一題 給最小單位寫出正確的測量值 OK 這就是我們講過的 聯考年代考過的題目 估計一下 這樣大概多長 你的抑制原子比大概多長 15公分 大概15公分 所以這個骨頭大概多長 所以這個骨頭大概有多長 多長 帥哥難有 帥哥難沒有 帥哥難沒有 這邊有帥哥難 帥哥難 好請坐 答案 答案 因為那個大概有三個原子比那麼長啊 有沒有 一個人大概15 所以45嘛 所以可能多一點 所以答案叫50公分 所以答案就是50 這就是我們做的 有關於 所謂測量值的一些題目 考試最會考的就是 我告訴你最小單位 請寫出正確的測量值 就是我們最前面的立體 所更會顯示的就是 我們考試的重點 是嗎